大家好 我是貓哥 今個星期剛出現新一轉的Mini GT 當中有一部也出了不少款式 就是這部LB的Kimmery 但在塗裝方面是非常特別的 為何這麼說呢 我在翻查資料時發覺是找不到的 但原來我問完一些東西後原來有過鐘的玄機 今集我們在外觀上會說多一點 記得在影片開始之前是CLS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真的沒辦法去找資料搜集了 因為我在找資料時發現是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後來我就去找Mini GT那邊去求證一下 究竟這個拉花是在哪裏出處呢 我猜不到 原來這套拉花是Mini GT他們自己設計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LB那間店買的紙袋 有機會就是這個拉花 我之前抽過福袋 那個紙袋也是這個拉花 整體在整個圖裝方面就用上了一個 綠 不是是黃 漸變去 粉藍色的效果 而當中的波點也是有一種泡泡藝術的 泡泡藝術其實是當時來說 是一些舊式的美式漫畫風 會看到那些人會有很多波點的效果 而且很有趣的 今次摸上去的質感 也是有一種好像波點的效果 整體上面的圖裝除了這個Logo之外 用上了一個泡泡字體之外 全車包括了大量的紅仔 這個紅仔大家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說它是Kuma 有時候大家會不以為它是一隻青蛙來的 其實一開始我也以為它是青蛙 但原來它是紅仔來的 還有很多鑽石型的招牌LB字眼 這個Logo是非常有卡通風格 整個質感做到出來的效果都相當不錯 對於這部車的外觀大致就是這樣 我自己這樣看 整個風格是沒有任何違和感之餘 融入到它們的潮流文化入面 Mini GT做得非常好 其後我看到那幅圖Instagram 在他們的IG上看到還有一架飛雞 一架R35 甚至我覺得有機會出貨櫃 大家會看到這部車好像有少少不同 事不宜遲開個內櫳給大家看看 來到內櫳的結構 剛剛也有說了 那部泡泡藝術 大家會看到有粉紅色 黃色 藍色 來到內櫳我都想令整個感覺 都有一種一致性的感覺 我車架方面就用上了粉紅色車架 椅子就用上了鴛鴦色 不知道大家的感覺又會是怎樣 還有中控台位置用上了黃色 配合車頭蓋的部分 令整個質感會比較特別 軚盆位置我亦都用上了粉紅色的設計 令你感覺上比較寬樂元素 亦都是跟車身相約的 來到今集的可購買指數 我會給它9.5分 整體來說 Mini GT這次在整體外觀圖裝方面 可以融入LB的潮流文化當中 而且當中也有突出了紅色 以及它們Logo上的一個 波浦藝術的變化 令大家可以非常有歡樂的質感 都是說一句 早點買早享受 因為它之後會推出的款式也不少 後追大家都知道比較辛苦 盡早購買吧 這架我都推薦大家去買 因為是非常特別的一款車 大致是這樣 我們去做總結吧 大家已經看完整條影片了 其實未來我看到的車也有不少 例如有飛雞 R35 我覺得一定是有機會出這個 因為它的圖裝實在太特別了 所以它會有機會在大面積的地方 會不會是貨櫃車呢 不知道 但我覺得它會有 因為它之前那部也有出過 即是這一部也有機會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收藏吧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好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最緊要給我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最後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Bye Bye